针对美国驻港总领事史默克卸任之际发表所谓临别演说 污蔑中方涉港方针政策诋毁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发言人表示香港回归25年以来 中国政府始终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 坚定支持香港特色民主发展充分保障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广泛权利自由 事实雄变证明香港回归祖国后经济蓬勃发展 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稳固自由开放雄贯全球 营生环境世界一流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勃勃生机令世界为之赞叹 东方明珠的璀璨光芒更加意义生辉 一国两制取得局势公认的成功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 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根本利益 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的好制度 发言人强调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 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绝不是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对港基本方针政策 是中方做出的单方面政策宣示 纯属中国内政 其他国家无权假借声明干预香港事故 发言人强调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特区新选举制度的成功实践 国家安全得到维护 香港社会更加安定团结 法治正义得到伸张 香港居民享有的言论新闻结设等权利自由 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中得到更好保障 香港正迎来由至极新的全新局面 开启梁正善志的崭新篇章 发言人指出 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 香港发展不能再耽搁 特别美政客逆潮流而动 不愿放过任何攻击干扰中国 包括香港发展的机会 史默克自我标榜 美国对香港政策及时点如一 其实就是一以换之 在香港颠倒黑白 腥风作浪 污蔑抹黑 极尽颠覆渗透之能事 对香港频繁上演 歧视道明的拙劣表演 和顺畅逆亡的制裁闹剧 一边标榜我们关心香港 一边用商业警告 恐吓在港外国投资者 其乱港祸港之心 粉华恶华之谋 路人皆知 天下共器 史默克汉然离港的临别演说 就是美国以港恶华战略 彻底破产的象征 发言人指出 所谓侵蚀自治 民主衰退 人权压迫 不过是美视偏见的异象 在美国眼中 凡是与其制度不同的国家 必定是自由不张的 凡是与其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 必定是民主不显的 凡是拨答应其 予取予求的国家 必定是其心可诛的 美方无视中方 一再反对和香港社会呼吁 威严耸听 唱衰香港前景 其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 令人不耻 发言人重申 当前香港正处在由乱倒置 走向自治极新的新阶段 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由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 相信新一届特区政府 必将团结带领750万香港市民 把香港建设好 发展好 治理好 共同谱写一国两制 实践崭新篇章 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 坚如磐石 反对外部势力 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 毫无动摇 发言人强调 美方的贤恶用心 暴露的淋漓尽致 阴招损招 早已被人识破 仁义道德的面具 早已被人揭穿 史默克阴谋失败了 欺骗不行了 在港无人理会了 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别了 史默克